公佈出來的價錢大概是16000-1700元一平方 1600-1700元一呎 對比我們三期現在在售的現樓來計算 三期是20500元 其實這邊亦相差的比較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Gordon 近期引爆全城的話題是甚麼呢 一定是屬於我們街景康城莫屬 為甚麼呢 近期街景康城推出第四期單位 全新升級 89平方可以做到南北對流 119居院是做到四房 而且每個房間都非常之大 而且價錢方面非常之驚喜 現樓三期單位 20500元一個房間 現時開盤價第四期 16000-17000元你就可以做業主 同時是享受第三期非常之高的一個交樓標準 事不宜遲 一起去片看看 OK 現在Gordon就帶大家來看一看 我們街景康城第四期 一個105平方 大概是1130呎的單位 他做了一個大三房 眾所周知 我們街景康城這邊 一路以來都是一個非常之高的一個交標 而在整個坦州園內是非常出名的 我們的三期現時也有現樓在售當中 現時價錢要到20500元一個房間 現時我們四期的項目 僅僅只需要16000-17000的均價 就可以買到一個這麼高標準 其實都會有比較多客人會問到 會不會是我們的一個交標下降了 或者是會不會有甚麼其他的變化 為何會便宜得這麼厲害 我都知道其實發展商 都是想在這個開盤的時候 去將它的樓盤做得比較出名 當然所以現在大家就可以享受到 這個16000-17000的均價 進入廚房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是兩邊開的廚房 其實這樣做有甚麼優勢呢 變相就是我們的空間大了 包括我們的升盤都是加大型 我們一個西門寺的三件套 我們看到全部都是牌子貨 包括我們的雪櫃 也可以做一個對開門的雪櫃 我們的吊櫃 包括地櫃 現在所見到的 可以動的牌子貨 其他都是一個交流標準 再進來的話 這個是一個105平方 大一個三房單位 所以來到客廳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個客廳是非常之闊落的 是真的非常之闊落 而且我們一個交標的話 亦都會配有我們一個風管機 其實空調方面 我們收了樓之後 其實就不需要另外自己再去處理 出到露台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露台 外面亦都是很開闊的 因為它是跟我們的客廳是同寬的 看出來的景色 如果大家有留意坦州的屋苑 可能也看過我們街景康城的第三 其實就知道 我們的街景康城 除了高質素交標之外 內緣都是扔了非常多錢的 現時這個面積 其實看回東南向 都是看回一個很漂亮的內緣 OK 我再進來 因為這個戶型 它是一個傳統的一個 樹廳設計 它是動靜分區的 左手邊就是其中一間 第一間客房 可以看到它沒有擺到床 但可以看到 其實是很闊落的 那段地展是米八的 即是King Size的床 其實放下來之後 三邊下床都是沒問題的 這邊就會做回衣櫃 當然交標的時候 這些都是牆 如果你是不需要用到這麼多房間 其實都可以好像 我們示範單位這樣 去做一個改動 做一個創意空間 再過來 就是我們一個工位位置 你可以看到現在 所有都是用完這些智能的面板 包括我們的電掣 這些全部都是用一些牌子貨的 我可以看到我們的鏡櫃 包括我們的升盤 馬桶 鎖鍵 基本上就是即鎖的 當然動的這些沒有 這些香薰這些就沒有 OK 我們再轉進來 這個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其實都是兒童房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兒童房端可以做到這麼大的 我覺得發展商是比較保守一點 這個就是米爾床 差不多是四尺床 他就做了一個比較長的 這個好像電腦桌一樣 他就沒有設置到衣櫃 但好像這間兒童房一樣 放一個 Queen Size的床 三邊下床 再放一個小書桌 再做一個到頂的衣櫃 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進來看 哇 這個住房 其實是有驚喜的 真的有驚喜 這個是105平方 做了三房 可能有留意坦州屋苑的觀眾朋友 就會說 在105平方 很多的發展商 包括其他坦州屋苑 可能都可以做到一個四房設計 但是街景康城 街景康城 標榜的 其實它就是為改善型住宅 所以可以見到三房 它可能是原先有的 那些900呎的住宅 就會變成更大的三房設計 我見到這個位置其實是很闊的 放了一個King Size床之後 這個位置 可以見到都是很闊的 可以放到一張椅 再過來這邊就是衣櫃 這裡做了一個Aaron的衣櫃 避免洗手間直衝床 這個設計也非常之好 再進來 這就是我們的住室套間位置 同樣也是我們的鏡櫃 洗面盤 包括馬桶結具 花灑 臨浴隔斷 即是浴瓶 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好像這個單位一樣 現時的均價是 1600至1700呎 是包裝修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一個更大的單位 現在就跟大家介紹我們這個89平方 大概是960呎的一個三房 兩廳兩圍 但是它可以做到對流的 一起進來看看 左邊可以看看 這個廚房其實是有驚喜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少可 我們有一個960呎的廚房 即是89平方 可以做到兩邊開的 其實變相的話 我們煮飯在這個位置 這裡洗菜 這裡可以切東西 以及可以擺東西 另外可以看看 其實廚房真的不小 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個三門的一個雪櫃 其實是預留好 另外一個 我們外面也會有一個工作間 一個小露台可以放一下洗耳機 包括我們一個熱水爐都可以放在這裡 我們再過來看看 我們客廳位置 哇 這隻織其實是相當值錢 為什麼這樣說呢 89平方 它可以做到什麼 南北對流 是南北對流 而且可以見到 89平方 它的這個膠標是三段式開門的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是這樣開了 其實空間是非常之大 這一邊的話 其實現時的這一棟 就是看回我們一個 街景康城的三旗 以及街景康城的一個別墅 可以參考我們三旗的內圓 可以見到 其實是非常之靚的 另外一邊的話 開完就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 再進來看看 這個就會比較傳統戶型 也是一個樹廳 它就會有走廊 動靜分區 左手邊的話 就是其中一間房 這間房我見到 利用得非常合理 下面可以做床 上邊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做床的 當然 如果上面做了床 下面就是一個小朋友的活動空間 放下玩具 但是如果正常擺佈的話 這裡放下 queen size 兩邊下床做衣櫃 做完我們的一個書桌 都是沒問題的 OK 我再轉過來的話 這個位置 可以見到 其實真的很高標準膠標 因為怎樣這樣說 我們所有的一些插梳 這些全部都是智能的一個電制 包括我們的鏡櫃 洗面盤 馬桶 八十九方 這個企缸的空間 其實真的不小 是非常之大 很闊落 所以其實可以得知 它的一個實用率 或者是國內叫做得防率 是很高的 這一邊 亦都可以看回 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露台部件 所以這個空間是贈送一半 所以為何說它的成率這麼高 而且這個發展商交標的時候 是全屋的空調 都是跟我們做好 所以它的交標是非常之高的 這一個可以做回一間客房 是一個咪二床放下來 然後做衣櫃 基本上都是可以滿足到 我們日常所需 再轉進來的話 這個就是主隱房 主隱房裡面 它就是 即現在都看到的 都是交標 包括我們也有窗 它就不是黑廁 包括我們廚房 它也是透光 也不是黑廚 我再轉進來 這個住隱房 八十九平方 King size 三邊落床 沒問題的 包括都放了兩個床頭櫃 這一邊一排下去都是衣櫃 所以其實 這隻八十九方 一定是市面上最搶手最搶手的產品 現時都是1600到1700元一呎 包含豪裝的 好像這隻單位那樣 Gordon股價 大概就是150萬就可以做業主 OK 現在就和大家看了這個 也是第四期最大的單位 就是118平方 大概就是1270呎的一個四房單位 我們左手邊就是一個鞋櫃 也都做了一個屍櫃 其實可以和大家說就是 它夠空間 可以做一個屍櫃 可以平時放鑰匙 都沒有問題的 進來的話可以見到 其實是真的非常非常闊落的 我們左手邊就是廚房位置 當然這一間單位其實是做了一些改動的 全屋都是貼了這隻原木式的護牆板 我們再進來可以看看 它雪櫃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大的三門雪櫃 放下來是沒問題的 包括我們的儲物空間 其實都是足夠的 包括我們的吊櫃 地櫃 下面這些全部都有 包括三件套 七樓煙機 煮食爐 以及消毒碗櫃 都會是有的 它是一個比較長的L型廚房 同樣這個四房單位外面 也會有一個我們的生活露台 洗衣機在下面 包括我們一個熱水爐 都是可以放在這裡的 可以出來看看 這個客廳位置 以及飯廳位置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是同闊的 你的廳有多大 飯廳就是多大 我們再出來看看 這個位置就是露台位 露台其實也是非常之闊的 米八進深 剛剛好那頓的手掌 是勉勉強碰到 看出去 日後都是看回我們一個很漂亮的 內圓位置 OK 這個四房單位的話 其實剛才那頓都有略略地看了一下 其實真的有驚喜的 大家一進來 可以見到這是第一間客房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好像這裡去做過衣櫃 但是很長的 是吧 稍後才揭曉這個謎底 我一出來的話 進來這裡 這裡就做一間客房 當然這間客房 因為這個謎底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間房好像小了 但交標就不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參考這樣去做 這個飄台位置都沒有浪費的 是做一個書桌 OK 我們再過來看看 剛才不小心 關掉了燈 OK 現在開了 其實都簡單明了 客廳全關 全關你這樣按就基本關掉了 可以看回我們的浴室位置 其實也是很闊落的 是的 那這裡 咦 有一點奇怪 因為剛才我們一個89和105 做了燙門 反而這個1200多呎 就是120平的單位 它就做了一個 不是燙門 只是做了一個門 OK 我們再過來這邊的話 第二間客房 這間應該就是二童房 我可以見到好像是面積 相對來說是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也可以正常做到有衣櫃 包括我們的床 我們這一邊的話 就是一個書桌 當然你可以是 這邊做床 這邊做衣櫃 都是沒問題的 我們再過來的話 這個是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 這間房是數一半的 因為為什麼呢 露台部件 這個是露台部件的 這裡它就沒有放到床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四房單位 其實可能很多家庭 三房都足夠了 這個的話其實可以做一個 健身房 或者是做一個麻雀房 K房都沒有問題的 我再進來 這個是主人房 左手邊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一個套間 可以見到其實套間位置 其實是很闊落的 這個位置 浴缸基本上是可以放得下的 那揭曉我們這個謎底 就是為什麼剛才那間房 好像是凹了進去少少的 還有走廊那麼長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 偷了我們剛才那間房的位置 去做了主人房的衣務間 另外呢 剛剛才留意到 其實它是有門的 就是如果關閉的話 其實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咦 是啊 都一面牆比較整體一點 但是一開 必有洞天 因為裡面還會有一個 私人的衣務間 那我再過來 麥八大床放下來 因為我們衣務間位置 已經是出來了 所以主人房 純粹就是放一張大床 我們的主人家享受 那就足夠了 另外呢 我們後邊可以放一部大電視 那就非常舒服了 以上的話 就是街景康城 第四期所有的護營 跟大家介紹完 現在 哥德額就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街景康城這個沙盤的位置 和我們大概在坦州的哪個位置 如果我們在廣州大橋這個位置出發的話 大概來到我們街景康城 時間上大概是15分鐘到18分鐘左右 如果我們街景康城這裏 去坦州最大一個shopping mall 就是邱月城 現在我們所處的位置就是私道中心這裏 在這條路出去其實只是一條債直路 去到頂端那裏左轉再右轉 其實就到我們的邱月城位置 大概5分鐘時間就可以去到邱月城 如果是去回我們珠海的三母會員店 其實在我們四崎這裏 它有幾個出口 一出來其實右轉出到主岸島那裏 過了條路其實就到珠海了 再左轉上回去 其實就可以去到珠海了 那大概的時間開車 大概是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在我們一個街景康城這裏 可以直接去到珠海會員店 那現時我們四崎 Total就是26等樓的 現在應酬就是我們第9棟的單位 9棟的話就是兩梯四伙的 它會有兩個89平方呎960呎單位 那這個就是一個三房兩廳兩位 南北對流的一個戶型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個105平方 一個大三房和一個118平方的四房單位 那主人房裡面的話 它亦都會一個醫務間 那我們總層高就是32層的 我們管理費是三一個方 就可以享受到我們這麼漂亮的一個環境 那當然我們一個四旗的打造標準 其實跟三旗一樣的 都是用迪士尼的來源設計師 跟我們去設計 那其實它這裏有升級的地方是哪裏呢 我們四旗的屋苑裏 它是會有泳池 包括亦都會有兒童樂園 有一個環屋苑的一個跑步徑 那這些其實都是會有的 那現時的話我們一個整體 在收樓期是去到二六年的第三季度 那所以其實它的收樓期會長些 那但是它的單價亦都會比較便宜的 那現時的話呢 公佈出來的價錢就大概是16000到17000一平方 16000到17000一呎 那對比我們三期現在在售的現樓來算的話 三期是20500元 那其實這邊其實都相差的會比較大的 那如果大家都是想著是投資 或者是不急著住的 那我覺得四期都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我們屋苑隔離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同德小學 那都是如果住在這裏 業主可以直接是可以入讀這間小學的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街景 它自己一個收益配套 現時都已經是準備開工的了 那所以其實三期的這個價錢 四期這個價錢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划算的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呢 可以聯絡我們的客戶線 92906663 那也都可以關注我們行李接的YouTube Channel 那裡也會拍更多關於大灣區的順盤 或者是資訊給大家看的 那今期節目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